卡邦尼意粉 卡邦尼意粉就煮得多了 有沒有想過可以加泡菜呢? 不如今個情人節 就煮一個泡菜卡邦尼意粉 開中大火煮一鍋水至水滾 加一小撰鹽和少許油 意粉散開放入鍋 煮大約7至8分鐘 不同牌子的意粉 翻煮的時間都會有點不同 最好看包裝上的指示 煮到差不多時間 就可以先夾一條意粉來試試 軟硬度是否合心意 煎肉切成細片 開中火燒熱平底鍋 把煎肉煎至出油和香脆 把煮好的意粉 連帶一支意粉水 加入同火鍋中 令意粉有少許濕潤 意粉水隨意 如果想多些濕的 就可以加多些水 轉中小火拌炒 關火之後 加入花馬層芝士碎拌勻 拌勻至芝士完全融化 在另一個小鍋中 加入蛋黃和忌廉 最好選用可以生直的雞蛋 用小火煮大約4分鐘 成為卡邦尼汁 接著加泡菜拌勻 試味後 按需要加鹽調味 最後將醬汁倒至2分鐘拌勻 可以按個人喜好 再灑上芝士粉和黑椒 這樣就可以趁熱響用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可以like subscribe share 還有記得按著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 最新資訊和影片 在影片 下一個影片 請按下一個影片 請按下一個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